各位親愛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玲玲老師 今天要為大家讀的這本繪本 是水滴文化出版的 空空的聖誕襪 這是一本英國繪本 作者是理查科皮斯 畫這本繪本的畫家是 雷貝卡寇伯 翻譯這本繪本的是 黃小英老師 打開這本書 會發現這本繪本 真的畫得很漂亮哦 而且啊 裡面的故事也相當吸引人 非常有趣 小朋友 大家一定都非常期待 聖誕夜 聖誕老公公 今年會帶什麼禮物 來送給我們呢 當然咯 聖誕老公公會把乖寶寶的襪子 裝進滿滿的禮物 但是 為什麼有空空的聖誕襪呢 那現在我們的故事就要開始囉 聖誕夜來臨了 聖誕夜來臨了 威士頓先生和威士頓太太很興奮 他們的雙胞胎小山和夏夏也很興奮 他們兩個都是女生哦 雖然名字聽起來不太像 小山就是山曼莎 夏夏就是夏洛特 不過呢 大家很少這麼稱呼他們 大家總是叫他們 小山和夏夏 他們兩個是雙胞胎 在七年前的種夏夜 六月二十一日誕生 他們不止在同一天生日 就連長相也幾乎一模一樣 當然深愛他們的人 還是可以分辨出他們兩個到底哪裡不同 小山總是綁著漂亮的辮子 而夏夏的臉頰上 有一個小小的叉子形狀的疤 不過呢 事實上啊 他們兩個是非常不一樣的小孩哦 在聖誕夜的這一天 有一件事情還真叫人煩惱 因為啊 小山向來都很乖 但是夏夏 嗯 其實啊 這本書要講的就是這件事 是夏夏 嗯 蠻不乖的 嗯 不能說夏夏是個壞孩子啦 不過 他是很頑皮 他不是那種聽話的小孩 脾氣啊 還有點壞 有時候 他也不是很願意說出全部的實話 而且啊 他還很愛吃糖 一天到晚 吵吵鬧鬧的 大玩特玩 搞得全身都髒兮兮的 好好玩哦 好貓小貓 不要跑不要跑 呦呼 好好玩哦 爸爸媽媽還是很愛夏夏 就跟愛小山一樣 因為啊 父母親總是這樣的 大家想要知道 夏夏到底有多頑皮嗎 舉個例子來說 夏夏的老師就覺得他很煩人 因為他在學校的時候啊 實在有夠頑皮 咦 丟你 丟你 哈哈 丟到了 老師 夏夏又拿東西丟我了 天啊 夏夏你不要再捉弄同學啦 上課的時候趕快做好 哼 哼 哀高壯的討厭鬼 哼 哈哈 哼 這孩子真是傷腦筋 還又 隔壁的邻居也很討厭夏夏 因為他常常惡作劇 阿姨 我來幫你澆水 噴你噴你 天啊 夏夏你不要再噴啊 弄得我一身都是水 好好玩哦 走开走开 好好玩哦 商店的老板 更是一点也不喜欢夏夏 因为他吃了很多糖 可是几乎都没有付钱 哎呀 调皮的夏夏又来了 你不要再吃太多糖果啦 糖果伯伯 谢谢你 我最喜欢吃糖果了 谢谢糖果伯伯 无论如何 今天就是圣诞夜了 小朋友 想知道谁得到那一只 没有礼物空空的圣诞袜吗 领领老师将会在 下一集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